各位听友大家好 我们继续书界前文 那上回书我们说到呢 这边啊 因为这春梅啊 和这个小玉等等众人 发生了点小矛盾 那搞得呢 吴月娘有一些生气了 哎呀不开心 过来呢 豪顿给他们数了 数了之后呢 转身又返回自己的那个席间 那边呢 咱说这桥的货和这泥秀菜呢 是牵起身啊 就走了 这沈衣服一看啊 这个说都有人走了 于是呢 这有几个聪明人 你看这沈衣服任一官 还有什么韩衣服呢 也准备起身要走 等着刚一起身的时候呢 就应伯爵就给他们拦住了 说这个是吧 这东家你啊 这个也说是是吧 俺们呢 倒是朋友 咱不敢散 说一个亲家就都要去 这沈衣服呢 说白了 您这个又不革门 这韩衣服余震大人呢 这花大就都在门外 说这咱呢 这晚三晶天气 这门呢还没开 你们慌啥呀 对吧 咱都在这坐会儿 这好戏 是吧 这还在这唱着 还没完事呢 你们走啥走 这里边啊 俩就比较专有的名词啥呢 一个叫不革门 一个叫在门外 这不革门啥呀 指的就是你在这个房内居住 那这个门外呢 就说完了 你在城外 那这个 应伯爵说这话 啥意思啊 你住城里的 你不用着急回家 你家就在这 你住城外的呢 你着急回去也没用 因为城门关了 里外里话的意思是 谁都别走 你无论你住哪 你都留在这 那你说 应伯爵为什么说这话 那为啥让大家都别走呢 那其实我们可以想象 你这个白事 是吧 在这 你别说红事白事了 你在那盯一天都挺累的 这是 那那个时候 尤其这些达官贵人嘛 谁家也不差 那一顿饭 或者说一顿吃的东西 你要逼着他 天天一直在那坐 这也挺累 都想回家休息休息 但是只有我们这个应伯爵 那真的是了解我们大官人心里苦啊 就准备呢 让多点人留在这陪他热闹热闹 对吧 我们想啊 大官人的平儿死了 对于大官人来说呢 那可以说自己人生的挚爱已经没了 对吧 没了挚爱 对大官人来说是啥 那是百无聊赖嘛 生活非常痛苦 那这个时候最伤感 最痛苦的时候 希望的是啥 身边人多热闹嘛 那所以说应伯爵呢 是了解我们大官人的这个心态 于是乎啊 就苦力的去劝众人 说你们别走 那这个西门庆呢 这个时候也明白 一看这兄弟办这事 办的漂亮 对吧 这就为啥我们的大官人 真的就那么得意 英伯爵啊 他俩还真没有机友关系 只不过呢 是好朋友 那咱说呢 这西门庆这个时候就喊小四 说你们啊 去提四坛麻谷酒 这麻谷酒啊 其实是这种江西的传统名酒啊 这个酒呢 确实是不错啊 当然小居没喝过 但是这个这个经过考证啊 确实是好酒 就放到了这面前 说啥啊 说列位呢 是吧 只要咱是聊此四坛酒 我也不留你们了 说白了啊 闻的不行 改上武的 你们谁想走 走可以 对吧 你走 你把这个酒给我了了 你把酒给我喝了 这事啊 我就不吱声了 你们可以喝 那之后呢 就命这个 拿这个下人 拿这大赏众是吧 放到这个众人面前 也放到这吴大舅面前 就说道 说哪位离席啊 再说起身者啊 就是这个 我们大舅 就拿这大杯子啊 给你们 让你们去喝 那于是呢 咱说这众人一看 谁得对起 这位爷嘛 这是活颜嘛 谁也不敢惹 于是呢 就又都坐了下来 新门庆这边呢 就命这书童啊 这个催促这些子弟啊 就是说这唱戏的啊 海言子弟 说你们赶紧再唱戏啊 别给我歇着 别给我闲着呀 说你们赶紧剪啊 这个只要你们比较熟的戏 你们就唱上来 对吧 赶紧去唱 那咱说呢 这虚与之间 下面呢 这锣呀 板啊 叮叮当当的 又都敲上了 是吧 各种扮相呢 也都扮上了 就上来来问这西门庆 说这大观人在上 是吧 这记真容这一辙啊 这个唱上行不行啊 西门庆说 我管你唱啥 只要热闹 你赶紧唱就行 从这话 我们又看出来啊 这西门庆真的 这个时候 就挺怕 这种所谓叫冷场的 对吧 你只要不是 孤独寂寞冷 只要不是让我很空虚 咋的都行 你们那边赶紧热闹闹闹的 就唱上去完事了 那这边呢 咱说这个淡爵啊 又扮演上这个玉霄啊 又继续的在那唱了 这么一会儿戏 西门庆呢 一看到这戏里唱到 说今生难会面 因此上纪丹青 哎 唱到这句的时候 忽然就想起这李平儿啊 病的时候 这个模样 对吧 这个上纪丹青 不是说给他画画的时候吗 这个画个画 留作思念 马上啊 触景生情啊 那小眼泪是吧 劈了啪啦 劈了啪啦的 就开始往下躺 那真是止不住 往下留啊 这袖子里边呢 是不住拿那个汗筋 你知道这个古人嘛 都揣个小手绢啊 啊 这个啊 开始抹饰这个眼泪 这个心情不爽 那你说 有些人眼睛啊 真的特别尖 谁呢 潘金莲 那潘金莲 在这莲内啊 是冷眼观瞧 就看着了 瞅着这个西门庆 这心里话 挺大个老爷们 是吧 你在那哭来哭去 什么玩啊 之后呢 又把这一幕 是指给吴岳娘看 就说是大娘 是吧 你看看 你瞅瞅 这没来头的行货子 是吧 就是啊 这个说白了 东北话 你瞅这傻袍子 是吧 吃着酒 看着戏 是吧 竟然能哭起来 那其实你说 潘金莲傻到那程度吗 不知道 这个西门庆为啥哭吗 因为赌物私人嘛 所以说 这个心里是知道的 但只不过呢 这边啊 这个揣着明白装糊涂嘛 这潘金莲吧 这一点 我这我以前一直说 给这个潘金莲经常做这种 这种平反嘛 是吧 给他平反 那现在也真不用平了 你天天喝一死人 争风吃素 我真的是理解不上去啊 我就觉得这个作者 你真的是 这兰陵笑笑声 真的没把 没想把这潘金莲 往好人上描绘一点 一点好人像都没有 那孟玲楼呢 在边上啊 这个也说 说啥啊 说啊 这个你聪明一场 说这些事 你就不知道 是吧 这乐有悲欢离合呀 说想必是看着 刚才那段戏 触景生情嘛 他独物私人 叫建安司马 他才流落下泪来 你说孟玲楼 这番解释呢 其实啊 这个我们从客观层次上去讲 其实还是在帮着潘金莲 对吧 就是给你解缘场 你这个好像你真糊 你真傻似的 其实谁不知道 他心里指桑骂怀的 他心里是明白的呀 对吧 那潘金莲这边还在这说呢 说我不信 说这些啊 都是虚的 对吧 你一个唱戏有啥吗 如果说你有本事 把我唱出眼泪来 我才算你这是好戏 那我们想潘金莲这种人 你就是看什么电影 是吧 这个无论说再感人的电影啊 什么中选八宫啊 或者说啥的是吧 那种催泪弹 都没有用 对于这种人来说呢 啥感情都没有 但是我想啊 这按照作者 按照我们蓝铃笑笑声的说法 只有一种方式 能让我们的潘金莲哭出来 啥方式呢 其实小句想啊 也就只有在床上是吧 云雨过后 才能让我们的潘金莲 能够喜极而泣 才有可能哭出来 对吧 那当然这个 我现在开始黑我们的潘金莲了 好那咱说呢 这个月娘 这个时候也说到 说六姐啊 你瞧瞧的吧 是吧 你就在这听戏得了 那吴月娘又开始不耐烦了嘛 这个时候真的也很好 也潘金莲 所以说月娘的好性也忍不住了 孟玉楼呢 在边上啊 这个 就跟着吴大劲子在那解释 是吧 为啥要解释呢 说啥 说啊 六姐呢 是不知怎的 是吧 只是啊 这个口快心直 这个嘴啊 快了一些 你说这孟玉楼 为啥这么做呀 其实我们想吧 身在这个情景当中 你也没办法 是吧 装好人 帮这个潘金莲呢 是打一圆场 其实你说 孟玉楼这种人 是吧 就孟玉楼的内心怎么讲 还是比较估计 比较高傲的那种 但是他能瞧得起潘金莲吗 瞧不上 不过呢 没办法 叫人在矮颜下 怎能不低头 你说在这家中 你和吴月娘呢 你关系 你走不过去 人家是大媳妇 那剩下呢 这老二是个妓女 他也这个不行 老四呢 是一烧火丫头 也不行 老六呢 啊 这个人家那么啊 这个太高了 是吧 这李平尔生前呢 也是说就是 对于自己的定位啊 太高了 是吧 你这个逼格太高 也让这孟玉楼呢 贴近不进去 就只有还剩下这潘金莲啊 能这个家长里短的 唠一些这个咸车 所以说没办法 搞得这孟玉楼 是只能贴到啊 这个我们潘金莲的身旁 就这么的搞出来 这么一堆 算是好朋友 那咱说呢 这戏子是吧 这戏呢 也是又唱了一回 约莫到了这五经十分 众人呢 是一起起身 西门青一看 也是啊 这也挺不好意思的 是吧 这都到后半夜了 你说你还留人家在这喝 也不行 是吧 于是呢 一看款留不住 就逐个是送出门外 那多少心里嘛 其实还是舍不得啊 看着这众人呢 也是收了家里边这些家伙事啊 把各种各样的这个细的东西啊 这个细箱 还有这个细胞呢 也都收拾好啊 告诉说你们啊 这个明天也不要撤 是吧 不要撤这个东西 为啥呢 因为明日这个刘公公和薛公公 还要来祭奠 明天呢 还要做这么一场啊 这个好事 你们还是要唱戏的 于是呢 这种戏子也就都答应下来了 剩下的呢 管带了酒饭 之后呢 也是返回到住处 去歇息去了 那咱说呢 这李明等四个 这小优呢 也都返回家中 这个放到一边 咱不提 单说这西门庆啊 是见着天色 是已江破晓 就返回后边 还也是休息一番 是吧 那咱说呢 这众人啊 把这个事也都散了 也都撤了 待到第二天呢 是鸡唱十分啊 这雄鸡一唱天下白嘛 对吧 你不管你死不死人 这个事啊 这个天该亮还得亮 我们活人还得继续活着 这西门庆是歇息去了 戴安呢 是拿了一大壶酒 这几碟的下饭菜 就来到这铺子里 还要跟这富伙计啊 和陈经济 是一同吃酒 这富伙计呢 这个说啥 这个老头嘛 是吧 这个老头子那么大岁数的 你说熬到那个时候 也有点熬不住了 于是呢 就觉得坐不住 自己搭上铺啊 就倒在炕上 就跟这戴安说呀 说你啊 和这平安吃吧 对吧 你俩小孩嘛 身体好 身体倍棒啊 吃麻麻香 我老头不行了 牙不行吧 于是呢 我就不那啥了 陈姐夫啊 我估计你也喊不出来 他也不能来过来喝来了 那戴安呢 一看没办法 说老头不陪喝嘛 那于是呢 戴安进来就喊这平安啊 说这咱俩啊 把这酒喝了 那于是呢 两个人把这酒 是吧 你一种 我一种 就开始在那喝了起来 喝完之后呢 酒席之间啊 也这个说了会话 唠了会闲闲 是吧 收过家伙之后呢 平安就去的房里睡了 那咱说啊 这戴安小四是吧 这个怎么讲 这个我还是想夸夸 是吧 小局夸的人比较多啊 我觉得我们做人 还是要看到人好的一面 你不能光说戴安啊 一天天只会讨西门庆啊 讨大官人的欢心 讨这众多媳妇的欢心 另一点我们也要看啊 在这么悲情 这么黑暗的一个社会当中 我们的戴安同时没有 泯灭自己那些人性 对吧 在李平儿死了之后 真的是很真性情的 一个汉子过来 给他啊 又拜祭啊 又啊 这个喝酒啊 表达自己内心的不舒服 自己内心的不开心 对吧 这个啊 怎么讲 戴安好人哉 对吧 那戴安呢 这边一面呢 也是关上这铺子门 上炕 就跟副伙计两个呢 是脚对着脚 睡下了 那副伙计这个时候啊 咱说这老头 多少有点失眠的症状 于是呢 就没睡着 这没睡着 一看戴安上来呢 就跟他说 落闲磕嘛 反正也睡不着 那咱落个磕啊 说你啊 这个六娘没了 说如此观目啊 如此发送 再加上给他送的这个经啊 念的这些东西 也算是够他享福的了 也算是不错 那其实他说这句话 啥意思啊 我们作为现代人啊 马上你就应该有一种政治 这种敏锐度 或者说别人要套路你的这种思维方式 你马上你就应该想明白 其实这哥们 这不是 是吧 这复伙计马上 这不是要套路的呀 是吧 职场中呢 我其实是建议各位啊 咱也要注意一些 我们叫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身边好多人呢 也经常是吧 装好心人 跟你谈天 跟你说地 跟你啊 这个说心里话 对吧 那说着说着 哎 套你一些词 套你一些话之后 他拿出来再去转述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他越来越把你这个话就变味了 那我们可能有时候说的一些话 是在一定的情景啊 或者是环境时候说的 转身啊 让他再出去说 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啊 真的味道就变了 对吧 那戴安呢 这个时候咱讲啊 喝了酒了 喝了酒啊 这个人嘴里啊 再能有把门的 确实太不容易了 所以说戴安啊 这个时候确实中招了 对吧 中啥招了呢 就被套路了 于是呢 戴安就说了 说他呢 是这个是吧 符号啊 这个有福气的命 只不过呢 叫不长寿啊 因为那这个27岁啊 就相消遇远了嘛 但是他活的日子呢 相对来说啊 是真的不愁吃喝 锦衣玉食嘛 这个比较有钱 这倒是真的 说啊 这俺爹啊 这个饶使了那么多钱 来伺候他 但其实呢 说白了 使的谁钱啊 还真的都不是 这西门爹自己的 我们从这也能看出来啊 这李平儿真的 嫁过来的时候 那是叫携巨款而来啊 对吧 找这么一媳妇啊 这说白了 用现代人啊 这个角度 或者眼光去看 这也是属于这个 娶了一豪门之女啊 这个娶了一个 一个一个富豪的女子啊 这也算是赚了 对吧 那这边呢 说这啊 六娘是吧 嫁给啊 这西门爹 实在是瞒不过啊 这个您老人家 您老人家心里边 其实也应该明镜呢 他带了多少钱才来 是吧 这个别人不知道 我跟你讲 我戴安小四 我知道啊 咱说放着银子 咱不说 就是说这些金银珠宝啊 金银细软 还有这什么玉带啊 什么韬环啊 以及头上戴的那个笛记 以及各种各样值钱的宝石 咱就不知道 他带来了多少啊 所以说 咱西门爹心里边疼的是啥呢 我跟你说 不仅仅疼爱的是我们李平儿这个人 更重要的 他其实也是心疼钱 那这个心疼钱呢 可能好多人会误解 觉得说 哎呀 这个西门庆对他原来不是真感情啊 是喜欢这种钱财 不是啊 其实我觉得呢 我们要怎么理解啊 其实是两样都有 戴安呢 想说的是西门庆哭 是吧 是感谢这李平儿对于自己的帮助 人家给了你这么多好吃的 好喝的啊 这个好穿的好用的 你能不感谢吗 人家给你带来了大量的财富 这是另一部分 我们西门庆对于这个啊 是吧 这个李平儿的感激之情 另一方面呢 西门庆爱不爱李平儿 一定是爱的 所以说这两点呢 是我们要综合去看 而不单纯像戴安说的啊 就是好像意思啊 他这个西门爹更爱钱一些 而不是真的爱李平儿 其实这里边呢 这个怎么讲 呃 我们可以看出啊 确实是属于一种 西门庆对李平儿 另一种爱的方式 和另一种爱的表达 你不能说这里边完全和钱 没关系 确实也和西门庆积累原始财富 有着非常重要的一种关系啊 那所以说戴安呢 此时又继续说到 那究竟这酒后狂言 他又说出了哪番故事呢 咱们下回再说 我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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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后的这种关系啊 这种关系啊